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拿破仑 柯西加岛的雄鹰 拿破仑 布拿巴 这位柯西加岛的雄鹰 真是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让我们从他的出生地开始说起 柯西加岛 这个地中海上的小岛 谁能想到会郁郁出一位改变欧洲历史的伟人呢 拿破仑出生于1769年 正值柯西加岛刚刚被法国吞并的时期 小拿破仑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才智和野心 传说他小时候曾经在沙滩上用沙子堆砌城堡 并指挥其他孩子进行战斗 这或许是他未来军事天才的早期预兆吧 他在法国的军事学校接受教育 虽然身材矮小 但他却有着巨大的抱负和无与伦比的战略眼光 拿破仑的崛起可以说是时事造英雄 法国大革命后的动荡时期 给了他施展才华的舞台 他在意大利战役中展露头角 迅速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 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不仅体现在战场上 还体现在他的战略思维和组织能力上 他的奋进核击战术和中央集权管理模式 至今仍被军事学者们津津乐道 拿破仑曾经说过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个词 这句话不仅展示了他的自信 也反映了他那种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精神 当然拿破仑的故事中也不乏幽默和戏剧性的情节 比如他在埃及远征时带着一大批科学家和学者 结果发现了罗塞塔石碑 这块石碑后来成为解读古埃及象星文字的关键 可以说拿破仑不仅是个军事天才 还是个考古学家的伯乐呢 拿破仑的婚姻生活也颇具戏剧性 他与约瑟芬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浪漫和波折 约瑟芬比拿破仑大六岁且已有两个孩子 但拿破仑对他一见钟情 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总是甜蜜 拿破仑最终选择与约瑟芬离婚 以便与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莎结婚 确保波拿巴家族的继承 拿破仑的帝国最终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走向终结 他被流放到圣赫乐拿岛度过了余生 尽管如此 他的影响力却从未消退 拿破仑法典 现代军事战略 甚至是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 都深深打上了他的烙印 总的来说 拿破仑 波拿巴不仅是一个军事天才 更是一个充满魅力和复杂性的历史人物 他的故事充满了胜利与失败 荣耀与挫折 坦承一部精彩的历史剧 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的伟大在于我能在失败中重新站起来 这或许就是拿破仑精神的最佳写照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滑铁卢战役 帝国的终结 滑铁卢战役 这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翻车现场之一 1815年6月18日 拿破仑 波拿巴 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 迎来了他辉煌生涯的终结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场战役的精彩瞬间和背后的故事 首先 滑铁卢战役的背景可谓是戏剧性十足 拿破仑在1814年被迫退位 并被流放到鄂尔巴岛 但这位不甘寂寞的皇帝 在1815年3月逃回法国 重新掌握了政权 这段时间被称为百日王朝 拿破仑试图重振旗鼓 恢复昔日的荣耀 然而欧洲列强可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英国 普鲁士 奥地利和俄罗斯迅速组成了第七次反法同盟 决定彻底解决这个麻烦制造者 滑铁卢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战役当天 拿破仑的对手是英国的威灵顿公爵 和普鲁士的布里歇尔元帅 拿破仑的计划是先击败威灵顿 再转身对付布里歇尔 然而 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剧本发展 滑铁卢战役的一个有趣细节是 拿破仑当天的状态并不佳 据说他患有痔疮 坐在马鞍上非常不舒服 这可能影响了他的指挥能力 想象一下 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 因为痔疮而无法发挥权力 这真是历史的一个小小讽刺 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 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威灵顿的部队顽强抵抗 而普鲁士军队在关键时刻赶到 形成了对拿破仑的夹击 最终 拿破仑的军队被彻底击溃 他本人也不得不再次退位 这次被流放到遥远的圣赫勒拿岛 永远告别了权力的舞台 滑铁卢战役不仅是拿破仑的终结 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它标志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 和欧洲旧秩序的恢复 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 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 试图建立一个持久的和平 总的来说 滑铁卢战役是一场充满戏剧性 和历史意义的战役 它不仅展示了拿破仑的军事才华 和它的知名弱点 也反映了欧洲列强 在面对共同威胁时的团结与合作 历史总是充满了意外和转折 而滑铁卢战役 无疑是其中最精彩的一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拿破仑法典 现代法律的奠基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一部 影响深远的法律文献 拿破仑法典 这部法典不仅是法律史上的里程碑 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影响 值得我们探讨 首先让我们回到19世纪初的法国 当时的法国正处于拿破仑一世的统治之下 拿破仑这位小个子大人物 不仅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还在法律领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1804年 他颁布了法国民法典 后来被称为拿破仑法典 这部法典的诞生 标志着现代法律体系的奠基 那么拿破仑法典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首先 它是一部系统化 统一化的法律文献 在此之前 法国的法律体系非常混乱 各地有各地的法律 甚至同一地区内 也可能存在多种法律并存的情况 拿破仑法典的出现 统一了全国的法律 为法国乃至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范本 其次 拿破仑法典强调了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原则 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 法典明确规定 无论贵族还是平民 无论富人还是穷人 都应该在法律面前 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一点 对于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 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 拿破仑法典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例如 据说拿破仑在制定法典的过程中 亲自参与了许多讨论 他甚至会在深夜召集法学家们 讨论法律条文的细节 这位皇帝对法律的热情 真是让人佩服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 拿破仑法典中 对于婚姻和家庭的规定 反映了拿破仑本人 对于家庭生活的看法 法典强调了丈夫 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 这或许与拿破仑自己 在婚姻中的经历有关 据说 他的第一任妻子 约瑟芬对他并不忠诚 这让拿破仑对婚姻制度 有了深刻的反思 总的来说 拿破仑法典 不仅是法律史上的重要文献 还是一部充满故事和智慧的作品 它的诞生 标志着现代法律体系的奠基 对于推动社会的进步 和公平正义 具有深远的影响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拿破仑法典 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大家 能从中汲取智慧 应用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 一个专注于探索历史 科学和文化的神奇空间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了一位 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拿破仑 波拿巴 以及他对欧洲和世界 产生的深远影响 首先 我们走进了科西加岛 了解了拿破仑这个雄鹰的 早期生活和崛起之路 随后 我们细细品味了 他在滑铁路战役中的翻车现场 感受了历史的戏剧性 和不可预测性 最后 我们深入探讨了拿破仑法典 这部现代法律的奠基之作 它不只是法律史上的里程碑 更是一部充满智慧和故事的作品 拿破仑不仅是一位军事天才 他的魅力和复杂性 使他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历史人物 他的奋进合击战术和中央集权管理模式 至今仍被学者们研究 而他的拿破仑法典 则为现代法律奠定了基础 影响深远 滑铁路战役 不仅是拿破仑的终结 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展示了拿破仑的军事才华 和他的致命弱点 以及欧洲列强 在面对共同威胁时的团结与合作 而拿破仑法典 更是现代法律的奠基之作 他不仅统一了法国的法律体系 还强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法律范本 总结来说 拿破仑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的一生充满了胜利与失败 荣耀与挫折 他的故事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更是我们学习和反思的重要资源 各位观众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们喜欢这段历史之旅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讨论 我是六博士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 更多奇妙的历史与科学故事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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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s and fun all day from A to C, Red and C curious minds run free Yeah Jumping through the pages deep secrets that you want to keep Time will fly and you will find Magic lies in every line To my free line Every mile's run free Inimals and history Science full of mystery adalah I think it's the best for you My life is the best for you My life is the best for you Inimals and is the best for you elier